哈喽 兄弟们 大家好啊 我不爱小学 今天干笼子啊 继续全都把笼子排上啊 已经开始上鱼了 出发 我今天是带着一个大个儿的花篮啊 然后这个地方有大鱼 有大鲤鱼 然后大黑鱼 然后所以说我弄 我搞的大的花篮 看有多大啊 然后花篮 第一说这个浮漂为什么要绑在这 绑在这可以调 调这个深浅 浮漂的深浅 到了天热的时候浮漂降低 贴到这 然后鱼不会憋死 到了深的时候 到了天温度不高的时候可以调高一点 因为 玩花篮一般就是旺季是春天 春天风特别大 花篮调的这个浮漂调的深一点 花篮在水底下不受这个 风力的影响 如果贴的太近的话 容易来回晃动 如果两个浮漂都在笼子里的话 风一吹笼子就开始晃动 然后减少这个金鱼的这个几率 然后有出鱼口的花篮 我这个大的是没有啊 那些小的有有出鱼口 如果是有出鱼口的花篮 这个地方带着一根绳 一定要把它勒得特别紧 这个地方有出鱼口的话 用手挑一下试试 看看鱼能不能出来 啊 这是一个 还有就是说 浮漂为什么绑在这 绑在这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个地方有出鱼口 有出鱼口的花篮 浮漂要绑在这 永远要绑在这 来到鱼之后 特别是大鱼之后 如果是是不绑浮漂的情况下 来到大鱼的话 笼子给撞翻了 撞偏了 你也不知道哪边有出鱼口 一拎 可能会从出鱼口鱼 实际一挣扎 可能会从出鱼口露出来 或者是它实际一撞 可能把这个出鱼口给撞坏 这是这是一方面 然后大家问 笼子里需不需要放放鱼石 啥都不需要放 什么都不需要放 摆在这把它摆中就行了 出鱼口不要大挡住就行了 然后 还有深浅度啊 之类的 我会这个一点点的出 嗯 出胶虫 然后视频太长了 咱们就说到这啊 你们有喜欢玩户外的 给老金点个关注 留个红心 感觉对你们有用的 一定要给老金留个红心啊 咱们直播看收获 直播看收获啊 两天之后这个笼子直播 然后咱们种在 种在 坐在直播中也是 你们喜欢的话 关注一下 到时候两天之后 这这边的笼子过来看直播 然后咱们每天晚上都直播 直播起花篮啊 看这地方比较深 里边有大雨 干的就完事了兄弟们 一定红心给老金点上啊 兄弟们 谢谢大家了